有请主持人赵博 各位好 欢迎走进由吉利亚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爱情保卫战 爱要有你才完美 我们的屏幕下方已经打出了我们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互动的方式 大家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来联系我们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海伦凯乐眼镜对于本节目的特别支持 认识一下今天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境的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著名的作家苏琴 苏老师 欢迎苏老师 著名的心理专家 心理学博士于继静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挫折 请看 我们是大学同学 他很漂亮 所以当时就有一种碰来轻松的感觉 当时对他的印象不怎么好 有点胳子 我到北京之后也没找到重视的工作 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他的薪水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只要有爱 什么都可以 我的一个朋友邀我去外地很赚钱 做个投资 我就去了 后来又过了一个月两个月 我突然意识到我被骗了 在我的追问下 他又说被骗到存销组织里了 我对这个事情挺不相信的 他就认为我 以前的花心兴致就出来了 你到底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的 他真的是我以后能够一起生活的那个男人吗 在这对爱情当中 一方对另一方失去了信任 今天这个信任能被重新挽回吗 掌声请出这对主人公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阿正 二十五岁 来自辽宁 吴燕 女主人公陆陆 二十四岁 也是来自辽宁 是一位文员 来 有请两位 这个真真假假指的是什么呀 我不能相信他哪句话说的是真的 哪句话说的是假的 生物中我就是这样一些善意的谎言 他可能觉得我都是谎话 谁知道你是善意的还是故意的 先不界定性质啊 大学同学是吧 对 我们同班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女孩不但人漂亮 而且人又不善良大方 所以我就追求的 有一天晚上我找了一个非常辟静的地方 当时也是越黑风高的 我就把露露领到我们食堂的前面的楼下 小台阶上跟他表白了 他直接就给我拒绝了 怎么能不拒绝呢 越黑风高的 吓也吓死了 本来挺讨厌他这个人的 表面看上长还可以 又会唱歌又会怎么样的 然后身边女孩特别多 总是跟人家搞暗命不清的 就连现在也是 我那时候真的懒得说你了 当时就拒绝了很难受嘛 很难受 但是突然我就明白了 我说如果一个女孩真的能够拒绝你 这样的女孩是值得你去追求的 所以说我就一直追了半年 终于他被我的真诚感动了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既然觉得他嘚瑟身边的女孩又多 为什么追了半年就同意了呢 女孩子嘛 都是经不起追的 而且我觉得他追我以后 确实没有跟其他的女生 有过特别亲密的举动 或者是暧昧这样 我就觉得他可能浪子回头了 可能为我真的改变了 而且觉得当时好像也有点喜欢他了 你们现在交往几年呢 三年 三年多了应该很好了 怎么又真真假假了呀 发生了什么事让你有这样的感受 我大学毕业以后 自己一个人来到了北京 孤苦伶仃的 我当时觉得特别的无助 就在这个时候吧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要来北京 我当时别提我多高兴了 我觉得他能为我分担一些负担 我们不能总活在幻想中对吧 我们得生活 我们得吃饭 穿衣 睡觉 这些东西都离不开钱是吧 他来北京 连分正经的工作都没找过 就靠着我 每个月赚那点生活费 他在北京做大爷来的是吧 对 我当时去北京确实是想帮助陆陆 那你帮助我呀 你做什么了 我到北京之后 我知道陆陆忙上班 所以没事的时候 就帮陆陆做做饭 能不能以一个男人的 洗衣衣服 大老卫生 作为一个男人来帮我 反正我希望陆陆在家里 尽量不要受苦 好 就后来呢 我有个朋友 叫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 艾正你看到我们这儿看看吧 我对面有个非常好的工作 适合你 薪资非常非常高 来到那个地方之后 然后我那个朋友 就很热情地 把我接到了一个 这么一个房子里面 进去之后 我说那个 阿正你这儿等会儿 我去那边跟你卖点饭 那我进去之后 里面有个门开了 一下子出了十多个人 手里面拿着木头棒着 就把我围那儿了 围那儿了就说 他手机叫上来 你的朋友现在出去了 暂时回不来 你一个人在这儿待几天 我们不图你钱 不图你社 不图你命 就图你几天时间 让你考察一个行业 我当时听都懵了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地方是搞传销了 就是你被带到 一个黑传销组织里了呗 对 后来更可怕的事发生了 他们给我洗脑 所以我后来我真的信了 我信那个地方能挣大钱 所以我就借钱 送我父母借 送我朋友借 送露露借 你知道那个钱 我是怎么来的吗 我是管我父母要的 我说阿正拿这个钱 是投资一个项目 绝对会赚大钱回来 我就要父母相信我一样 相信了你 但是你现在呢 被骗了那么多钱 我当时真不好意思 跟露露直说 你现在就好意思 回来找我吗 我怕你离开我啊 我在里面的时候 那种感觉特别绝望 当时我心里想的 只有露露 我对自己说 我说露露 你等我出去 等我活着出去 我们重新在一起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我有一颗心 有一颗心 我现在只有一颗心 你现在这颗心 我都在质疑 之前我觉得她可能 已经改掉了她那些 花花公子的毛病 所以我接受她了 但是在前一段时间 我总能发现 她手机里有莫名的短信 而且很暧昧 什么亲爱的 宝贝 多穿衣服 这普通朋友 能说这样的话吗 你还是没有改掉 原来的毛病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怎么还会 发那样的短信呢 你能给我解释吗 因为我在里面 那时候被洗脑了 所以特别想要钱 我给我之前 那个女朋友打电话 我希望她能借我一遍 但是她没借我 因为我们已经分很久了 所以我想借钱的话 我不能 那你还跟她联系什么呀 说明你们俩 还是藕断丝连 你管别人借 为什么非要管她借呀 你明明知道 你们俩之前恋人的关系啊 所以你现在 彻底不相信她了是吧 我彻底的不相信 我彻底对她失望了 听明白了 不知道专家老师们 是怎么看的 一起进入 秋比课文学 对于阿正 你现在 还是那么爱你的女朋友吗 我比以往更爱露露 露露 我现在我听到的是 从你们俩交谈当中 你一直在否定她 用一个词叫做 负面诠释 什么叫负面诠释呢 她只要一张口 你就会说 那句话是假的 她不管是什么的 我分不清她哪句真 是哪句假 这样的话 你们俩之间就没有那种交际点 没有共情感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是一种 两个人 要分手的一个信号 但是我想说 阿正 他此时应该也是一个受害者 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的时候 需要的是彼此的这种安慰 即使说你认为他错了 暂时不要去指责他 给他一点冷静的时间 你即使希望他变化 也不是在今天 在此时此刻 可能说在未来的一个未来的 那要等多长时间呀 我觉得 阿正现在确实应该立即变化 立马搬出 由露露付房租的那间房子 找一份工作 等你的工作稳定下来 等你觉得说 你的收入足够养活你自己的时候 你再回头来跟露露讲 你爱他 然后你想跟他过一辈子 这个时候我是支持你的 现在你需要做的是 给自己一点压力 给自己一份稳定的职业 并且能够踏踏实实的干下去 首先自立起来 我认为你才有 他爱的这种资格 我想过这样 我想马上就去做 那你去做呀 你总是在想 总是在想 你有付出过行动吗 那还不是因为 你把他灌坏了 我确实在想 这么多年 一直在愿意付房租 对啊 所以我现在要离开他 所以啊 我要让他成长 让他成长 让他成长最好的方式 把他丢到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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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需要你的照顾 谁给你做饭 谁给你洗衣服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照顾 明白吗 我想要的什么 你不知道吗 阿正他需要的是男朋友 而不是一个家政服务员 这个 这场都在听 女人的埋怨 男人确实也有错误 但我尤其受不了这种埋怨 仔细听一听呢 这个埋怨也确实实实是 长久以来的一种淤积 女孩子吧 就找男朋友 如果这男朋友有阳刚气概 是吧 又觉得他不够细致 这太柔了 太细致了 又觉得他不够爷们 他能挣钱吧 又说他花心 老是芭蕉的 说他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人身上的性格特点 是复杂的 其实我认为一开始 你们俩结合好像 没什么坚实的基础 都是因为外貌协会的嘛 女的漂亮嘛 男的帅嘛 但是问题是 男方似乎有一个极大的蜕变 就是当他在极端 危险和坚固的环境当中 他突然之间意识到 这个女朋友对我很重要 对 人需要在这种很多的危急时刻 突然来明白自己生存和爱的真谛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而且我也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转变 脚踏实地的往下走 谢谢董老师 其实我倒认为这个男方在家里做做饭 他洗洗衣服 挺好 挺好的 可能别的女孩子要 需要这些 但是我真的不需要他这些 我是要出现什么事了 他挡在我前面为我挡风遮雨 要给我安全感 我知道我知道 要求他更更加强大一些 这也是必要的 但你不要去指责这一点 你知道吗 你可以说你在家里做做饭 洗洗衣服这么紧 你不觉得你的怨气太浓了吧 因为我 这是积累的 你能听我说完吗 对于你对方你爱的这个人 他的优点 你不要去斥责他 优点还是优点 但是他另外一方面的能力 你还可以去鼓励他 但是我就是受不了他那个缺点 他什么缺点你告诉我 太懦弱了 我会改的 我这句话已经听腻了 你明白吗 我已经醒悟了 所以说了 我很同意苏老师的话 你们俩需要分开 一定需要分开 这就是人嘛 人就是这样分开了 才知道他的好嘛 其实我特别想 让这个阿正懂事一点 因为我看到露露 年收入四万块 四万块一年 两个人生活在北京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如果他一年挣四十万 乃至四百万的话 你想在家做饭 带孩子洗衣服 我特别支持 但你女朋友一年在北京 只挣四万块 你心甘情愿的 踏踏实实的 就在家里吃他的 你难道觉得不心疼吗 你有句话最让人接受不了 但你女朋友说 说你没有出去挣钱的时候 你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话 我也帮助你了 我在家做饭呢 我洗衣服 你那是叫帮助 那是你应该做的 我不同意苏老师说那句话 什么女的四百万 你就可以不干活了 那不行 女的可以 但男的绝对不行 那是窝囊废 那种事咱们不能干 但问题是 现在是感觉到你最大 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 你吃软饭 你吃的还挺香 阿正啊 我如果是你的话 我真觉得苏老师说的特对 拿起行囊出去 如果打拼出来了 再回来他再守着你 那是缘分 如果他已经离开了 当然是祝他幸福了 别男人做事哈 别那么 我都不好说你了 听你朋友们怎么说你吧 一起进入旁观者心 陆陆姐 你知道阿正有多爱你吗 我知道他爱我 但是爱就足够了吗 我需要的是 有担当的男人 钱 钱不是重要的 我需要他要给我安全感 能不要这么现实好吗 钱不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我不是说要钱的问题 他就这么轻易被骗走了 我以后跟他在一起 我真的觉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是阿正好 也许他会变得更好 是 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鼓励他 让他更加的坚强 真的 我们不哀求 我觉得在情感上不能哀求 情感一定是对等的 如果我们哀求一段情感的话 我想即使得到了 那也不是你想要的 应该平等吧 来 陆陆的好朋友是吧 我是陆陆的表姐 表姐 对 我不希望陆陆继续跟她交往 我作为家人来讲呢 阿正给不了她的安全感 她一天天无所事事的 大钱正不来 小钱不惜证 我们把陆陆交给这样的男人 我们家人不放心 我已经开始努力了 但是你努力了很久 没有结果 时间不能总这么拖下去 这给有点时间不少 你总是这句话 我求你别再说这句话了 好吗 来 阿正啊 听听这个陆陆母亲 我们对她的采访 你听听长辈的意见 来 我现在知道我姑娘和想更大交往的事 我现在跟她爸呢 反正不同意 我们觉得那孩子 就是没什么本事 前日他还跟我们之前说 猴子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后来后人说要人骗了 你说这么大人 我姑娘还得仰慕着他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我跟她爸就是不同意 我知道你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你把你们曾经过往的一些照片 全都拍了下来 你跟我们编导说了这样一句话 希望你们帮我挽留住他 我觉得挽留只有靠你自己 我们没有办法 一会儿的这个环节当中 我会让工作人员把那个贴在大屏幕上 你来向他做表白 露露 我觉得即使我们要分开 也不要把一个人看得一无是处 因为你们毕竟相恋过三年 在那三年里面你们是爱过的 是好过的 来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露露 我记得我刚开始追你那会儿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露露 你就是那种 第一眼看过之后就想结婚的女孩子 我现在的想法比以前更激烈 我希望我能和你重新开始 露露 没有你我不知道能怎么样 我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 哪怕是最后一次 我其实看了这些照片 脑子里也会想到我们之前很幸福的生活 但那毕竟是在大学时候 咱们不用想得那么实际 但人总要过得实际一些 我需要你给我带来安全感 而不是需要你整天在家为我洗衣服做饭 你一次次被人骗 又一次次跟我说谎 我现在真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可是我醒了 我真的醒了 你醒了已经晚了 你醒了已经晚了 你明白吗 我不可能再跟你在一起了 为什么晚了呢 好 时间到了 发生大概这就是生活吧 可能会很痛啊 但是还要继续啊 两位请回 在他们俩的这个对话当中 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 是女孩子说的安全感 阿正的朋友也问到了 说你指的安全感是什么 这女孩说不是钱 所以在他们表白的时候 我一直在揣度这个女人要的安全感是什么 可能是一种责任感 可能是一种朝气 可能是一种希望 各位觉得他们应该在一起 还是分开 来 请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 请表决 现场有36%的观众朋友认为 其实阿正也许经历了这样一场磨难之后 可能真的会变好 他们自己的选择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 五 四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下集完 吃吧 下集完 爹 还便宜 下集完 7 下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现在年轻人表达爱的方式确实很激烈 这好像又是一个强势的女孩 和一个看起来很弱的男人 来 有请我们的这一对嘉宾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吴明 25岁来自北京 是一位销售 女主人公小爱23岁 来自胡东江 现在无夜 来 有请两位 我看镜头上不是挺 你拽的是什么呀 手套 手套啊 你怎么了 有点误会 就是有一天我女朋友前任的那个 你说前女友 这还在这儿呢 对 前女友就是给我打电话说 不开心 想跟我聊聊 因为毕竟四年的感情了嘛 不能说 就是真是就算分手了 也不可能一点感情都没有了 分了多久了 是这样的 我们俩交的时候 她有女朋友 然后我也有男朋友 对 然后觉得 互相都挺合得来的 然后最后决定摊开了说 然后就各自分手 很乱啊 你跟你女朋友谈了四年恋爱是吧 前女友谈了四年 对 这四年当中有几年 是你还同时跟她谈着吗 我俩认识一个月 你们俩认识一个月 你就把谈了四年的女朋友 拜拜了 你那男朋友你谈了多久 夏宇 那会儿因为也没正式说分手 但是她知道我们俩事之后 我们俩就再也不联系了 不联系了 她还去找你呢 你们俩在屋里锁着门 应该不联系了 怎么回事 我那次去她家找她 然后之前没有给她打电话 然后直接过去的 然后到门口了之后 开门开不开 锁着门呢 我就拍门 就怎么叫她都不开 就让我觉得屋里没得行 那里的话 你要我怎么开 我一开始就误会了 后来我就在门口待着 我绝对不会走的 然后她姐就过来了 就说那个她不在家 谁过来了 她的姐姐 干嘛 要把我带走 我说有什么事 不能摊开了 说呀 有本事你把门打开 那女的就把门打开了 你前女朋友把门打开了 对 然后我就 当时就懵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气之下就走了 解释吧 就是那天是因为 她给我打电话 说不开心 想跟我聊聊 我跟她说 嗯 行 那个她就来我们家了 是的 她们俩不是一直都有联系 你在这儿你还骗我 我都跟你解释那么多次 你信我一回程吗 你你坐在身上我相信吗 行行行 没事 我们接着听啊 那天她刚来我们家没多久 前后脚 她就开始敲门 我一下就慌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她们俩也见过面 也知道是怎么个情况 我这一下就没法解释了 我就给我姐姐打电话 我说 你让我姐过来帮忙 把那个 把她先叫走 嗯 以后我再跟她解释 结果 她不走 我前面有开门了 弄得就是 更没法收场了 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这件事一直 你当时就是心虚了 我有什么刻心虚的呀 你不心虚 你干嘛锁着门啊 不心虚 干嘛把你姐叫过来 把我扔走啊 你怕我看见什么呀 那你那时候 天天去夜店喝酒 我是不是到 我去夜店 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 你能不能像我相信你 哪儿相信我呀 我还能相信你吗 你就是跟她背地 一直联系着 瞒着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吗 你有一神经病 你说谁神经病呢 这为这事你们吵了多久了 五个月 小爱你现在还爱她吗 对她还有感情吗 发生这事之前 她就是我全部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相信她 那要是我们把她前女友 给请来了 跟你解释解释行不行啊 我想听听她怎么说 那你觉得她前女友来了 是站在哪儿比较合适呢 站我旁边吧 来我们有请 有请小屋的前女友 来有请 你好 来来来 她说让你站她旁边 站你那边还好 分手了吧 分手了 分手了还找我男朋友干嘛呀 我今天来是帮她解释来了 那天是我心情不好 然后呢我就跟她联系了 其实我们俩在屋里 就是纯聊天 也有我家里的事 然后我就冲过去 开门去了 她就进来大哭大闹的 就是这件事没完没了的 你恨她吗 有点 但是我也知道她什么人了 所以我也不想跟她好了 那时候也就分了 你是觉得她那时候背叛了你 你前男朋友算是背叛 对 因为我们俩有四年的感情 就因为她的出现 对 所以你也不想跟她好了 是吧 对 你们分手之后的这两年里 你有新的感情吗 没有呢 我找她 就因为我没有 然后呢 翻电话本 心情不好 就去找她去了 你像这种找她 在这两年当中 这是第一回吗 还是 也偶尔发不信息呀 那个过年过节的什么的 也就是说 你说你现在实际上面 对于她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了 对 那你恨她吗 不是分了以后 就不能成朋友的 那你恨她吗 恨 你恨的还跟她做朋友 你找谁不行 不去找我男朋友 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你就不能找她 我是来帮你们 我是来帮你们 我不用 我不用你帮你 不是来和你吵架的 那小爱刻着一下 刻着一下 你刚才说了 你也看透这个男人 是个什么人了 你给我们评价一下 她吧就是也挺爱玩的 她因为比我小一岁嘛 对感情吧 还是不是很专一 要不然不可能 因为一个女孩出现 四年的感情都不要了 你现在看她还有吸引力吗 没有了 就是说句实话 你看他们俩吵架 你开心 开心 开心 她说的是实话 因为谁能那么宽容呢 对吧 你是开心的 但是开心同时 你又不希望他们俩的情感 再出问题是吧 对 所以你来 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推论的话 好像你还挺在乎她的这个 那也可能吧 可能是 她是我男朋友 我现在没有跟你抢她的意思 那毕竟四年嘛 可能也稍微心里 还有一点留恋吧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啊 不客气 来请回 谢谢 行了 少爷说清楚了 他既然留恋 我男朋友凭什么说 他们俩是普通朋友关系 他就老这样无理取闹 就是拿着一点折都没有 不是无理取闹吗 我要是跟一男的 在屋里锁着门 你不瞎瞎啊 你们两个人当时就是一瞬间 就看上了对方 是什么吸引你们了 当时都有各自的男朋友女朋友 我之前的男朋友是 比我还小孩 比我脾气还大的那种 就不会照顾人 然后来觉得他挺能依靠似的 那种挺老实的人 那你当初看上那姑娘什么了 第一眼就感觉就是 特喜欢 特适合我 就好看呗 然后眼一方面 然后就把你那个四年的女朋友 给听了 是吧 所以这件事我也觉得挺对不起人家的 你能不能不傻雷傻气的呀 我们听专家的吧 来 丘比特问卷 小吴想小爱 你觉得他的前女友 今天是来干什么来的 替我们解决问题 对啊 就是 人家的大度你应该学习一下 是吧 不过呢 我觉得小吴 有一点啊 也是包括很多男性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分手的时候 容易跟前女友纠缠不清 实际上你们之前的相识和开始 就有点小错误 因为爱情要考虑唯一性 这段爱情 不管是什么原因 结束了才能开始第二段爱情 而你们是还没有结束 就开始走在一起 所以这容易最后呢 比较乱 所以小爱呢 看到刚才那位前女友的表现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比较放心的 那么另外呢 小吴 你也针对目前你女朋友的这种特点 她比你年来还比较小 有点任性也好 还是有点吃醋也好 至少她是很爱你的 那你要学会理清楚 你和前女友的这种关系 朋友不是不可以做 但要做得合理 适当 小吴 你给我们列举一下 你喜欢小爱身上的几个优点 三个就可以 天真 可爱 漂亮 这三点 我听了有点担心 天真 可爱 漂亮 小爱给予她的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感觉 可能说这个男孩子 在见到天真 可爱 漂亮的这个小爱的时候 为她放弃了四年的感情 但是我看完了这个 关于小爱的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 跟资料之后 我特别为她担心 因为她说自从这个 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啊 她白天也不工作了 晚上去夜店 而且她说她家庭条件很好 父母都是做生意的 也就是说小爱 她现在更多的是处在一种玩的状态 除了玩 剩下的时间就用来盯着男朋友 说你是不是在跟前女友联系啊 等等等等 其实小爱 我不知道你今天站在这儿 你到底心里有没有那种危机感 如果我要是站在你这儿的话 我会很有危机感 因为当你的男朋友说 我只是因为你很漂亮 很可爱而喜欢你的话 我觉得她随时随地 会再喜欢上别人的 我不是在乎她跟她前女友见面 我是在乎在她心里 是在乎我多一点 还是在乎她前女友多一点 如果你想让她在心里 在乎你多一点 你要让她看到你 更值得她尊敬的东西 因为刚才她的前女友上来 我们都知道 她前女友可能在外表上 没有你漂亮 但是她前女友给我们的感觉 我们很愿意跟那样一个女孩聊天 我们觉得说跟她讲话是讲得通的 但是跟你讲话 更多的除了任性和发泄情绪之外 你没有给大家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小爱 目前你可能更多的 应该关注一下你自己 23岁的女孩 你应该更上进一点 相约离开 却不曾离开 相约开始 却未曾结束 男女之间的感情的 攻守同盟最害怕的就是 优柔寡断 以及 口断丝连 两个背叛者之间的感情 不是爱情 所以我想说的是 如果此时此刻你们明白 你们之间是相爱的 就好好去看看 对方 看看那些被你伤害过的人 你们做了些事 不要去 振振有词地去指责 一个善良的对方 你说你喜欢小爱的漂亮和可爱 是吗 差不多 那你既然喜欢她的漂亮可爱 那你为什么现在不能够包容她呢 我可以包容她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前女友之间 有所联系呢 你做不到为了你目前的这个女人 而完完全全地与前女友之间 一刀两断吗 我做得到 那你为什么不做呢 那件事之后 我已经做到了 也就是说 你是真心爱小爱的 将来你跟你的前女友 可以老死不相往来 你今天可以做出这个承诺 对 好 小爱你开心吗 不开心 为什么还不开心 因为她如果真能做到的话 两年这么长时间 早就应该做了 你不信任她 不信 不信任 现在不信任 现在已经不信任了 你为什么不信任 就是因为我之前太信任她了 所以才造成他们俩 两年还一直有联系 错误 你这个不信任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的不信任是一个男人 为了你的美貌 可以断然和四年的女朋友 一刀两断 他将来照样会离开你 这就是因果轮回 你的年华也会老去 我始终不认为一个男人 冲着对方的美貌 冲着对方的青春 而能够毅然和对方 和以前一刀两断的男人 他能够坚守什么爱情 其实我今天如果要送出祝福 我倒是真有一个祝福 就是我刚才所问的 如果你们真心地觉得 我们既然都错过了 我们确定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好 从此刻开始 互相信任 彼此之间去珍惜 原来背叛所付出的代价 好好地珍惜当下 好好往下护 老师们可能话说得重一些 但是是要提醒你们注意 还是在呼唤你们自己内心的 最真的那部分情 让你们重新来 审视对方 审视自己 审视这段感情 所以两个人冷静下来 想想老师们说的话 接下来我特别想听听你们朋友 对你们这段爱情的看法 对你们未来的路的看法 一起进入旁观者庭 来 我是小爱的哥哥 小爱呢 从小就是家里娇生惯养 就是谁都哄着 有点公主脾气 小吴老是憨厚那种 在小爱把他带为家之后 我们俩认识也挺熟的 好多误会 他私下都跟我聊好多事 小吴找我的时候就说 那会儿他跟他前女友是 因为家里不同意 所以不得不分手的 你是小爱的哥哥 但好多 因为小吴不会说话 看来您挺喜欢那小子的是吧 对因为他老是憨厚 好多事他不会说 我帮他来说一下 希望小爱给他一次机会 好 来这是哥哥的说法 来 我是吴明的姐姐 当时那天不是叫我过去吗 我跟他前女友也是同学 也认识 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都是误会 他俩没这件事的话 之前也挺好的 然后我觉得两人在一块 其实挺合适的性格什么的 两年没怎么吵过家 行 他们俩现在靠什么生活呀 一般就是靠父母嘛 现在 好嘛 明白了 谢谢哥哥和姐姐 小爱啊 就一句话说公主脾气就可以解释一切吗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男朋友 什么事都不敢跟你说 而跑出去跟别人说 这事不是挺失败的吗 小吴 你自己考虑过吗 这个爱来自于什么呢 你们自己去想那些问题 好吗 然后想好之后就向对方 把自己最想说的话 说给对方听吧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觉得咱俩在这两年里 也没有什么矛盾 像我原来的女朋友 其实她就已经是我的过去了 你才是我的未来 我觉得因为这一个误会 让咱俩分开 其实挺可惜的 因为我觉得咱俩还是挺有感情的 我觉得我放不下 你也放不下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能给你一个机会 我接受老师给我的批评 我承认 我是有时候无理取闹 然后跟你交往也是 咱们俩可能是真的走错了一步 我只想说如果我留下来了 希望我们以后好好的 我不会再跟你犯大小姐脾气了 但是如果 如果我放弃了 希望你好好对待你下一个女朋友 梅拉小爱 来 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一场小小的误会 真的就会让一段爱情就此而终结吗 如果爱情都这么脆弱的话 我想这段爱情也没有什么值得坚守的地方了 各位先请你们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觉得像他们这样 一对情侣是应该继续往前走 还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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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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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相似啊 太不应该六年 经历过多少东西 从一无所有 从前途迷茫到现在 跟着你啃馒头 啃咸菜 把学费省下来 给你 去供养你的未来 你还是创作音乐 音乐是传达美的 传达的就是你这种丑陋的东西 其实老师您有些不知道 他是一个特别爱招人的人 招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男的 任何一个男的都会 对他有感觉 你有真凭实据吗 问题变得严重了啊 大家伙啊 现在开始到达一耙了啊 我现在要听 如果他真的有真凭实据 我们公平起见 谁也别去管做谁 你告诉我他勾了谁 他老去夜店 去夜店 去夜店干嘛呢 穿着的风格 跟我平时 我俩在一起生活不一样 他招人你很生气吧 我暂且相信你 那我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已经到这来了 该说的也都说了 你想怎么办 我想让他原谅我 原谅你什么 先说清楚原谅你什么 原谅我所做过的错 原谅你 那你下次再喝多少瓶怎么办 我现在 当着所有朋友们样 我答应你 其实人都有缺点 但是我可以为了你 谢点酒 好 顾长 希望你这个话 不是暂时的豪言壮语啊 我暂且相信你 丑老师其实一般 对谁发的活比较大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特别想帮 刚才有一个问题 其实前面我也问过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非常纠结 我确实爱他 他来到这个舞台上 可是我接受不了 我是一位短心洁癖的人 这六年来 一直我在让步 你有脾气 你脾气很大 我一直在让步 你打我 我还过手吗 你骂我 我还过口吗 你刚才一直在强调 你资助我 是 你觉得咱俩 你觉得咱俩爱情 是用钱来衡量的是吗 我觉得如果咱俩 爱情是用钱来衡量 我觉得你在玷污咱俩的爱情 你明白吗 那你刚才呢 刚才你说的什么话 你现在一直在揪着 我之前犯过的事 你们俩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打过你 对 为什么打你 都是小时候 我俩因为吃饭吃什么 因为他不会做饭 在家里 其实说白了 我可以现在放下 所有男人尊严 做饭洗衣服 我全干了 是吗 对 他确实是干过 你从小家里 娇生惯眼 我一直在宠着你 我这个男人 我对你怎么样 行了行了 行了 你们两人不要再说了 你说他娇生惯养 不会做饭的 他就是这么一个 娇生惯养 不会做饭的 为你啃我我头啊 说的有意思吗 还有你 没有必要去 揪着那些话再说吧 接下来我们是要解决问题 如果小剑今天 在场上给我们的承诺 确确实是他真心所为 你好好考虑一下 六年有太多的东西 难以忘记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难以说 说把他抹掉就抹掉 我倒是觉得让他们去先释放一下 听得好 如果他们不释放的话 你强压着其实也是没有用的 你哭什么呀 发生这件事之后 他在你面前哭过吗 没有 你过去看他这样哭过吗 也没有 第一次 对 你现在看他哭你什么感受 可开心吗 没错 已经太了解了 还说气话伤人 我现在满身都是愤怒 特别的 不理解 我想知道你哭的是什么 我爱你 我不要失去你的 小剑 你这会儿哭着 比刚才那昂着头要轻松多了吧 如果在这六年当中 你一直秉承着这样的真心告白 这样的放松的真实的状态 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管怎么说 小剑其实 这事都做错了 你真的爱他吗 过去真的爱过他吗 是的 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一直爱到现在 错了吗 认错了 原谅吗 我现在非常纠结 爸妈现在知道我们俩这个状况 我爸和我妈都非常愤怒 我如果能这句话说的 你又不爱听 我觉得他对我的爱是自私的 你甚至连我妈的醋都吃 小剑我提醒一下 你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吗 是 如果你今天再去找一些既往的问题的话 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给你点拨一下 刚才在你深情地说 我爱你的时候 我看到你的女皇远儿 在全身有点微微地抖动 那是他有感觉 有反馈 如果你用真实的态度 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 来表达你的错误的话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机会 而你现在恰恰在这个时候 又说了一些他的不好 老师 就是我想问您一下 如果您的妻子很强势 一直在 这样您觉得您能受得了吗 他一直都强势 那既然他跟你分手了 你为什么要挽回他 你要挽回他意味着 你要接受他的强势情绪 你觉得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对吗 我没人说理所当然的 我现在其实说 你现在的态度就是这样 我现在可以跟你这么说 我够了 咱俩结束了 这是你的最后答案对吗 对 你吓了 我不 我为什么还要听呢 说一遍 我够了 这是你最后答案是吗 对 不是 你想把他你说这个话 他可望国家的一条 他解脱了吗 小剑 我觉得 我问一下 你这个逻辑 一开始那么强烈的 是什么逻辑让你突然说散了 如果这次他原谅我 其实他 在他心里这一个心结 永远打不开 他永远 其实说完了 他一直在强调 其实说完了 我也承认是我错了 我现在可以 我 我其实说完了 他17岁跟着我 我刚开始有可能 他是在我心里是一个小妹妹 他岁数比我小 但是现在他的强势 我真的受不了了 六年其实当中 我为了他 不去夜店 小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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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想一下 若干年之后 你得到他结婚的消息 你什么感受 你什么感受啊 这样吧 给个建议 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这件事真的咱们错了 而且六年的感情 即使分开 也不是这样的一个彼此伤害和恨的方式 你要继续你去找他 朋友有意见是吗 有这样的一哥们 我是完全看着 就是他们俩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因为一上来的时候 永远就一直在说 说他现在是一疯子 是一神经病 因为我跟他是 快十年的好哥们了 他不是疯子 也不是神经病 你别说了 你老是不让我说 都说家者不可外扬 为什么 你跟我说 你今天要来这上的时候 我支持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作为你哥们 我怕你死家里 他敢拿刀砍你 闹着玩呢 所以看着他手上的刺青 就是为了遮那块疤 是发生了这件事 之前砍的 还是之后 特别小的一件事 好几年前了 因为他一个关冰箱门的 一个这么点的小事 就慢慢闹闹闹 他也说了 吃饭也吵 然后干什么都吵 出去也吵 真的跟他的生活观念 和他的理念是有关系的 我们会发现 小剑的一些生活观念 确实是错误的 他的一些理念 确实是错误的 所以才会犯下这么一个错 希望那个耳光让他们两个人都清醒吧 我们再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困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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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是选择梦想 还是选择我 这个最后一次机会 其实就是指的这次 爱情保卫战节目的录制 来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造造23岁 来自河北 同事的是女士工作 学历是粉色 女主人公方方23岁 来自福建这位化妆师 学历也是粉色 来 也请刘苏老妹 你好 您好 好小啊 23岁啊 实际长相比较大 两位是在哪一见钟情的 当时我在做我的毕业作品 然后去古浪宇拍一部电影 后来面想到 我们俩同时住在一个客栈 大家在一起聊天 觉得他特别单纯 一种原生态的东西 来吸引着我 然后我就炫在那里面了 后来大概过了三个月左右 他说 我决定了 我要去北京 你等于从福建来投奔他来 对 不是挺好的吗 可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快 旅行的背包客 大概我们在一起一个多月时间 然后后面他就为了他的梦想 要去旅行 就留了一个字条 就走了 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拍一部属于我自己的旅行工作的电影 然后但是这个电影 必须用我所真实的感受 真实的经历 还有我真实与别人交往这些故事 来添重这个电影 那这个好像跟爱情啊 感情没有什么 但是就是因为 我是要拍旅行的东西 所以我要长期在外面去旅行 我要去感受 这样我就有很少的时间去陪他 我可能会突然在某一天之中 我就会不打招呼 不辞而别去旅行 去寻找我内心的故事 我们在一起三年多 可是真正在一起的时间 只有一年多 剩余的时间他都在外面旅游 你怎么会三年有两年都不在家 我就是可以说我一年当中 我大概有七个月的时间 可能都会再去旅行 然后去拍一些素材 你都会去哪些地方 就是包括东南亚 还有中国所有地方 我都走遍了 但是我最喜欢的 目前来说是西藏 他的所有的人文风景 他的原生态的东西 就信了我 像他每一次去 都是去非常长的时间 像二月份的时候 就去了西藏 大概去了七个多月时间 而且那期间 我给他一直打电话 可是手机一直不通 根本就联系不上他 然后我在家就非常担心他 他们说这个 你有一些照片有带来 在西藏 对我们看一看 我想了解了解他七个月在干嘛 来一起看一看 先开始就好 会应该有危险吧 我看有一张照片 是一个大石头掉下来 多少会带有一点危险性的 但是这个危险 就是有时候阴上而易 挺看你的幸运指数的 你的幸运指数怎么样 挺悲剧的 而且不是特别高 因为大概在三月末左右 然后我跟我的伙伴 我们当时在云南的得亲 把马雪山发生了雪崩 当时那个雪崩的气浪 把我们几个都打受伤了 你伤到什么程度 就是胳膊挫缓骨折吧 那你为什么之前都不跟我讲呢 为什么都不说呢 但是如果我对你说了 你去担心 你说有必要吗 可是我在家更担心啊 但是你在路上是美了是吧 对 我看那片子我觉得也很美 就是一个男人 如果那样的话 也特别的好 可是这个怎么办呢 在家里苦苦守望 你的打算是什么 我的打算就是 我希望她能支持我的梦想 去当我背后最坚强的女人 什么时候 可能是几个月 也可能是一年两年 也可能我这一辈子都在追寻这些东西 我在你心里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你跟梦想是同样重要的 可是当你选择梦想的时候 你就可能失去我 我只想要一个稳定的生活 不需要每天在家为她担心 害怕 在我需要她的时候 她可以在我身边 我的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选择梦想你要有付出 选择爱情你也要付出 你爱她吗 当然 你跟她说要为爱情付出 你打算付出一些什么 可能就是我们前面需要的忍耐 不是你们 是你打算付出什么 她有在付出啊 手腕啊 关怀啊 那你想付出点什么 我的真心 一个说自己满怀梦想的年轻人 当她的梦想和爱情 出现冲突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一听专家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部 在一战钟情的那一刻 造造是一个自我形的理想主义 它描绘了她美好的生活 但是在她的计划和梦想里面 没有方方的影子 在你描述方方见到她的时候 你用两个词 第一个单纯 第二个原生态 在后面你看到西藏一路上的景色的时候 你同样用多次用原生态来描绘 让我觉得方方 其实是在你梦想当中的一处风景 你很喜欢也不舍 但是呢 你又不会天天守在那个风景 如果两个人没有交集 没有共同的愿景 是无法走在一起的 老师 我觉得你前面说 她和风景都是原生态 这话特别对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但是我一直在背包旅行 我一直在追求着这些风景 但是我会因为风景而去停留 可能是一辈子 而方方也可能是一辈子 我觉得我会 之前这段时间里面 你并没有为方方一人去停留 而是去了方方之外的其他场景 这是有七个月时间没有去关注她 对 您说的对 我可能在我的旅行之中忽略了很多她的感受 因为我想要去旅行 我想去找到我内心的世界 这些是一些变表东西 所以我所以才希望方方可以理解我 其实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位 徒步走中国的这么一位先生 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现实性的理想主义者 他这一路走来走了十几二十年 他始终在坚持一句话 他说我这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当中 我从来不去谈恋爱和想婚姻 他说我觉得我没有资格 我天天在路上走路 我没有时间去陪那个女人 所以当他走完中国之后 当时已经差不多是五十岁左右的年纪了 那个时候他觉得说 我可以有资格去爱一个女人 可是你呢 你只想到了你自己 所以即便你有那么多的梦想 即便你觉得说你生命的意义在路上 你还是让一个女人不远千里地 从家乡跑到了北京来 我觉得你就是把她当成一旅店 回到北京的时候 你觉得说还有一人等在那 如果你真的是时时刻刻 记挂一个女人的话 你不会让她七个月联系不到你 所以我觉得 以你目前的这种梦想和理想来看的话 你还没有资格去爱一个女人 你要是觉得我要坚持梦想 你不要再耽误她了 你今天哪怕在这说两句决断的话 甚至是绝情的话 我都要为你鼓掌 实现梦想 不要把她拉下室 期待一见钟情的邂逅 却必须生活在油盐降醋的生活 喜欢原生态的事物 但却必须接受世俗和人为的改变 理想很丰满 但现实很骨感 理想主义者注定今生是孤独的 不是没有人不愿意与你同行 而是因为人生的意义首先是生存 不是没有人不愿意等待你 而是因为这个等待太遥遥无期 方方甚至还不如你身上的背包 你口口声声说 我心里都记挂着你 但前提条件是你要支持我的梦想 你算个什么背包 你哪里领悟了生活的真谛 一个连自己的心爱的女人的心都不能理解的人 还谈什么拍什么英雄的作品 你的作品当中能有什么 此时此刻站在我们面前 你就是一幅作品 我觉得这份作品并不美 很自私 如果有一天你能够真正懂得生活的真谛 珍惜当下 那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你再去看你所谓喜欢的原生才的事物和西藏 你拍出来的照片和作品一定会很伟大 我不是不理解的 我是控制不住 我对梦想迫切的追求 没有哪个人的梦想 不和自己的生活和最心爱和牵挂的人 息息相关的 如果这个梦想脱离了现实的生活 脱离了你自己深爱着人的感情和感受的话 那你这个所谓的梦想 一文不识 赵导 我觉得老师们其实是让你要认清楚一点 对 明白 没有人说我们要扼杀你的梦想 是说你的梦想和现实之间 它的比例关系是什么 如果你是单身一个人 就这么走 那我相信今天他们会说另外一番话 恰恰你现在身边有一个爱你的 你也很爱的一个女孩子 她在期待着 所以事情就变了很多的味道 你再听听朋友们的意见 我们一起进入旁观者清 你是应该是赵赵的哥们是吧 我是赵赵跟那个发发的朋友 共同的朋友 对 其实我也是一个背包客 但我还是比较现实的 我为了我自己的感情 我留在北京 我去工作 必须得顾着自己的爱 真的 方方在北京挺不容易的 大家一块聚会什么的 方方都是一个人 包括赵子回来以后 从来不跟方方解释任何说 我这是去旅行 她不解释的 从来不解释 她这辈子就靠她这个梦想活着 我个人的意见还是 大家还是做朋友吧 这样对两个人都好 谢谢 如果她选择梦想 你会怎样 支持她 那你们俩呢 我会给她时间 等到她实现梦想的时候 我会等她 什么话让你做了变化了吗 就因为我很害怕 早早 这段话你点点分量 你今天所做的决定 将会影响漫长的人生 我无意去阻止你 做真实的自我 女性往往是如此 一而再再而三地妥协 直到自己崩溃 到那个时候 你心痛她也心痛 如果你们真的要一直走下去的话 你们将来还会有孩子 你可以忍受她出去半年七个月 跟你不联系 但这个孩子在问你要爸爸的时候 我觉得你心里不会这样想 所以你真的要好好考虑清楚 支持和爱是需要限度的 老师们都是肺腑之言 供方方来参考 其实也供造造在思考 自己想吧 想好之后 你们可以做表白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黄金六十秒 我很爱你 所以我成全你去追求你的梦想 等你实现梦想的时候 如果我们彼此还爱着对方 帮我去留下宾 我自己想做葡萄 那我会发现 我自己去的梦想 我自己去你的梦想 我经历了 我给你吃了 我很多挺有趣的 谢谢我 你学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支持在一起呢 还是觉得他们应该分开 来 请选择 现场81%点几的观众朋友都觉得他们应该分开 大家也许会说 好像今天老师们都显得特别的实际 现实 甚至觉得我们是不是很世俗 我们不会说要浇灭一个年轻人的梦想 但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可能就有付出 这个付出也许就意味着 要放弃自己内心最真的那一份爱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还是希望他们幸福吧 希望两个懂爱的人 能够获得各自的幸福 今天在这个现场 我们经历了 在爱情当中的信任 不信任 猜忌和背叛 看起来很美的爱情 但是它那么的脆弱 应该怎么来守护自己的爱情呢 进入我们的杰利亚爱情保鲜记 每对情侣来到这个现场 都会有很多过去的事情 但是如果能够放养未来的话 很多事情便可迎刃而解 所以关注未来 每个人都想要完美无缺的爱情 但是没有一份爱情 是真正能够完美无缺的 所以想要更完美的生活 要接受生活当中不完美的地方 明知相爱就不要背叛 冲动的惩罚是一生的伤害 谢谢我们的三位老师 从三个层面 又一次告诉大家 爱情应该如何保鲜 我们有一句话 叫爱要有你才完美 这个有你并不是占有 而是宽容地去拥有彼此 诚实地去善待彼此 要再一次地感谢 杰利亚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海伦凯乐眼镜 对于本节目的特别支持 最后要说的当然是 感谢电视机前的你收看 并且陪伴了我们这样一个周末的夜晚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再次准备